中国九十九式坦克总设计师朱鱼生曾经说过,战场是展现武器性能最好的舞台,在今天的叙利亚战场上,是用最为广泛,且受到使用方广泛好评的,并不是每年在欧美国家。 所谓的坦克排行榜,上排进前十的武器装备,而是看上去老旧不堪,但实际上在战场上,找到自己定位的老车T-72坦克,从T-72坦克在叙利亚战场上的实际表现来看,确实称得上是一款经久不衰的经典装备。 然而,就在T-72坦克,驰骋叙利亚战场的同时,俄罗斯方面对于这款车在战场上的表现进行了认真分析,并拿出了改进型号T-90MS坦克。 虽然T-90MS的最初型是在2012年就已经公布的,但该型坦克从火力、防护等方面进行的改进,的确能够弥补老旧型T-72坦克,在战场上暴露出的不足。 T-72坦克在叙利亚战场的实战中,仍然被当作突击作战的主力装备使用。 这说明在今天的实战当中,地面突击仍然是作战全局中,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。 而只要这个环节在,坦克就有在战场上举足轻重的作用和地位。 在对于T-72坦克的升级改造中,先后经过2A46M5和2A82两款滑膛炮的升级过程,其中2A46M5型滑膛炮与T-72坦克采用的滑膛炮相比,主要是在防护和耳周固定装置方面进行了可替换升级。 并且,2A46M5滑膛炮,在设计时,特别注意了炮身结构,以求能够与老旧型号火炮互换。 这说明,2A46M5滑膛炮在诞生之初,就是想让陆军彻底更换新型火炮,对于换包的具体原因,并不是因为原有的火炮,在叙利亚战场上难以满足使用, 而是从军工企业的经营方面考虑,用一款使用效果更佳,越用新的设计理念,降低成本的新式火炮代替老旧火炮,在为使用方提供更好体验的同时,为企业获取一些利润。 根据军工企业的经营经验,火炮由于技术专业性要求较高,需要独立建厂,但由于近30年来国际坦克市场不断萎缩,在市场刚刚呈现萎缩态势的前10年,由于火炮深管加工技术的提高,火炮附加之增加,火炮厂的经营困难尚不明显。 但随着技术成熟后,每年订货量的减少,知识火炮厂已经没有退让的空间,只能忍受产值下滑直至亏损。 俄罗斯坦克工业的建立和运行与美国和日本不同,美、日两国的军工企业在各自决策层有较强的话语权,甚至一些军火商能够操纵议会,所以美国可以通过分加订货量, 日本可以通过提高产品单价,从而维持破炮厂的利润,但俄罗斯的军工企业则是完全拼命于政府,再加上企业在过去几十年一直靠军方庞大订单度日,已经难以转型民品,导致企业经营困难。 九十年代以来,美国、德国研制出了火炮身管前抽技术,火炮在维部更换时,只需要从炮塔外部将炮管拆下,而无需像过去那样,从坦克内部拆除整个炮身,其目的是减少火炮维修的成本,减化,维修步骤。 西方国家这样做,是他们有一套维持火炮厂利润的体系,但俄罗斯并没有这样一套运营体系,所以就让火炮厂本来就难以为继的经营雪上加霜,但如果不迎合火炮前抽的技术革新,坦克的可维修性指标就会下降,坦克技术也会落后。 面对这样的形式,俄罗斯军工企业在2A46M5华糖炮的技术基础上,研制了全新的2A82华糖炮,新型火炮仅仅在外形上与旧火炮相似,而炮身加工技术,已经在原来的杜克工艺基础上又做了改进。 在苏联时代,为了追求炮身的高寿命,在火炮身管内,进行全塘杜克试验,从理论设计上,全塘杜克可谓是最理想的设计,但在试验中发现,随着火炮发射次数逐渐趋近寿命,内塘杜克层虽然会有所脱落,但火炮身管寿命仍然远高于其他部件,这使得坦克全系统部件寿命不匹配,大量生产后就会造成巨大的成本浪费。 针对这一情况,新研制的2A82滑糖炮,采用半糖镀铬工艺,由于火炮射击时,身管受高糖压影响,还会发生形变,所以火炮身管,也采用自禁工艺制造,除了降低成本的设计,2A82滑糖炮,还采用了诸多新技术。 经过测试,2A82滑糖炮在寿命和可靠性,都满足使用的前提下,其达能够到的炮口动能和承受的糖压,是宝2坦克120毫米,55倍口径火炮的1.2倍左右。 这样高的性能,不仅体现2A82滑糖炮的金属利用率,和单位负载能力相当出色。 同时更要注意,如此高的性能是在低成本的控制下实现的。